受美國及港銀連環加息影響 二手樓授押 個別屋苑樓價重返多年前水平 馬鞍山新港城新六三房戶銀主盤二 時光島樓價 705萬元逆手 尺價緊11408元 造價回到2016年水平 持貨四年將涉獄兩成離場 另外西半山Clooney Park 分層大戶以3420萬元 將單位逆手 持貨六年賬面競涉近8球 即800萬元 中原地產徐可志表示 樓價跌勢未止 不少買家趁機入市筍盤 二手樓頭有喜悉 馬鞍山新港城本月站六約十四中城郊 屋苑新近6M座中層一室逆手 面積618方尺 屬三房連套房間隔 以銀主盤形式放售 放盤時開價約780萬元 最終減價至705萬元逆手 尺價11408元 屬同類單位近年新低 造價時光倒流至2016年水平 除可志指 新買家為換留客 原業主於2018年以約923萬元購入單位 持貨四年賬面竊讓約218萬元離場 其內貶值約23.6% 其他地區 世紀21期封物業圓 歷史表示 該行連續錄得沙田第一城城郊 單位為14座中層裏室 面積819方尺 三房套年工人房間隔 單位放盤3個月 開價1180萬元 對減180萬元 或百分之15.3 以1000萬元成交 尺價12210元 原業主於2019年1月以985萬元購入上址 賬免需獲利15萬元 或百分之2 為實涉手續費離場 港島西半山樓盤也難免涉讓 中原地產黃雪飛透露 分行促城成交單位為Clooney Park中層市室 面積1223方尺 屬三房套間隔 及工人套房 原業主以3420萬元將單位逆手 折合尺價27964元 原業主於2016年2月以4197萬元買入單位 賬面蝕777萬元或百分之18.5 另一邊商 北角半身流為封過去二手成交大多 可以獲利離場 近月以幾乎全數又賺便洩 世紀21日升地產蔡嘉進表示 新近為封高層一房戶成交 來自高層秘單位 面積約280方尺 成交價700萬元 拆價約25000元 原業主於2015年3月以約699.6萬元 一手向發展商購入單位 持貨7年賬面指示僅僅平手 但購除離印費等轉售成本 業主實質上需要蝕讓離場 北角 東 感谢观看